最像的就是蓝色 我觉得这绿的很像 别说他的声音 连呼吸声我都可以听得出来 你也该考虑一下个人问题 你这离婚都三年了 欢迎回来 这里是天津卫视 大型明星互动模仿秀 天下无声 站在我身边是 现在每日争秀的 高音王阿宝同学 我们的比赛 越来越激烈 剩下的模仿者 大概只有三位和你同台了 是吗 有来少了 有信心吗 有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越来越优秀的模仿者 将迎来怎样的评委呢 让我们用掌声 欢迎下一轮的评委亲密合作伙伴 让我们有请著名的歌手黄德选 歌手张东霖和季敏佳 这三位我来介绍 交给你了 太熟了 黑衣服的东霖 是我的唱流行歌曲的搭档 大家好 多多一年了 第二位呢 格选 我们俩认识有20年了 过去我们两个曾在一个歌厅里面唱歌 是吗 我和格选认识也有20年了 对呀 第三位这位 我怎么不认识了 第三位是巩俐 第三是鸡饼家 所以我们很熟的一朋友 底气十足 是的 但是阿宝 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以为他们是来支持你的吗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他们是来爆料的 爆料 我几乎没有什么料可以报的 哇 听说很多料可以报 阿黄 黄克选 没通知我要爆料 不用爆料 我一爆料 我怕到时候阿宝后悔请我来 你知道吗 那就不要爆了 我是觉得 那个 阿宝刚才不是不认识我了吗 我把你当巩俐了 我跟你说 待会儿我爆的料 我爆出来 我才知道你认不认识我 我觉得你不是叫爆料 你应该叫报仇啊 没有啊 那是阿宝赞美你的一种方式 真的真的 我没认出来 地品嘉宾以前漂亮太多太多了 是吗 你的意思是他以前不漂亮吗 不是 现在有女人味了 是吧 阿黄先爆料 真的要爆吗 曾经听说你跟阿宝 曾经在歌舞厅有一起 对 刚才他说的没错 我们是在同一个歌厅 但是呢 没有什么可爆的料 同一个歌厅的意思是 但是我们不能同时在一起演唱 啊 对吗 我来说吧 就是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对对 这样 深仇大恨 所以啊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 他唱歌的时候 嗯 他老不出差 老觉得老不出去演出 完了老在歌厅唱 我说什么时候才走呢 后来我说那就 把那个空调的调凉一点 让他能不能感冒了 明天发烧不来 我能唱 结果他没感冒 这琴师感冒了 哈哈哈 实际上 那时候我在 呃 广东的一个团里面 就是有时候出演出 然后我就把歌厅辞掉了 那时候他就回来替我 哦 我回来他就要 找另外一个地方 哈哈 啊 啊